我得了什么功德 我想要受菩萨戒 将来我可以成佛 事实上受菩萨戒只有一个理由 念一下 众生太苦 为什么我们要去医院 因为我们妈妈在生病 爸爸儿子在生病 我们不得不去医院 因为众生很苦 所以我昨天晚上大概都没睡觉 不是不困 但是一想要睡觉就又请醒来 然后就到天亮 我在想我大概丢魔 明明要受菩萨戒 所以我就把那个魔的名字取名叫 慈魔悲魔 我有魔了 但是我心里就很痛苦 想了各种各种的痛苦 所以明明是好事都变成痛苦 但是到了上午 我终于想通了 原来 原来是众生的苦 我们要去传菩萨戒 那不是什么功德 也不是什么欢喜 而是因为众生母亲 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要来受菩萨戒 所以受三归一 是想着自己的生命得到依靠 受五戒 十善业 是希望自己 按照佛陀的讲法修行 不会堕落伤恶到有福报 所以三归一 所以三归一 是对佛陀的依靠 受戒 是保护自己 那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是为什么 为众生 众生无边 四元度 所以 受三归一 把自己奉献给三宝 受菩萨戒 把自己奉献给所有众生 所以 我的想法 不管你是什么众生 是魔王 是鬼王 是可怜的鬼 是我杀死父亲的敌人 我们大家都 准备用生命 来奉献给他 希望他们 一点点 都没有痛苦 来自我们 血流满面 全身都被 杀 砍 烧 就像佛陀的本愿 哪怕为一个众生 才受苦 他都愿意为他 下地狱 死结 我经常念这句话 受苦 所以刚刚我在旁边跟我们战士法师聊天 我说战士法师讲课 认真我在电视上看了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 师父 我就问他说 那你讲课为什么不笑 师父我还没有空性 笑不出来 那个是摄影机 我说这个叫解脱道 为什么要笑 妈妈病得要死 儿子病得要死 做父母的 永远笑笑的安慰他 因为 一定要让他 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 苦也要笑 要让他感受到 爱他 所以 要这样子 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我害羞 我不好意思 气氛不够 所以 各位今天来受菩萨戒 要这个决心 要为任何一个生命 也不要看得太远 说我以后下地狱 所以那是个愿望 在你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事物 哪怕一只蚂蚁 哪怕看不见的 你都要为他奉献生命 不要怕他 有没有鬼 多得不得了 为什么要来 太苦 他们很苦 今天 有法会 有菩萨戒 有点灯 我们要为他们 抛头颅 撒热血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什么 所以要这样去 保护众生 去疼惜众生 也唯有所有众生 都就尽离苦了 我们的生命轮回 来停止 所以念一下空海大师的愿 念下来 众生禁 法戒禁 涅槃禁 我愿来禁 所有众生 还是所有法戒 都入涅槃 吃饱了吗 吃饱就是涅槃 那都不能要 所以我觉得 要受菩萨戒 今天不是我传菩萨戒 我们大家一起受菩萨戒 会有很多很多的感应 刚刚一进到房间 这件红袈裟一穿起来 又开始肚子痛 然后 我不会排斥 我觉得说 痛 众生痛 老实说 讲很难听的 刚刚一上厕所 还排血 哇 我是女人 但是我认为 那个是 是一种 把 了解众生苦也好 排掉自己的业障也好 这个都是好事吧 所以 要这样子的 一直让自己 升起这样的心态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父 不是不爱众生 是我的个性脾气 的问题 我说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你不爱众生 因为你把个性 放在众生之上 我们学佛人 是众生在我们 个性 习性的上面 不是我没脾气 不是我没欲望 而是众生 比我们太苦 你只能 为众生做 该做的 所以 当然 就像我这一辈子 整整跪 三个钟头 我就为我妈妈 我才了解 那时候很痛 但是不想动 因为我一停止 念地上经 我的母亲就在痛 将近三十年前痛苦的时候 所以 后来我妈妈再有痛 我就跪着念 三昧水畅 我可以跪六个钟头 因为那时候妈妈在痛 但是 我只要跪跪跪 然后 我妈妈就会打电话给公司 跟你们老板说 你别跪了 你别痛 因为我妈妈知道 我很孝顺 但是我反而现在 不像以前这样 现在他们说 好了法师 三昧水畅 那你去祖法 还不可以把人去拜 我跪不跪 因为气概不好 真的很痛 痛到心里面去 所以 因为那个就是代表 慢慢的 退掉 初心 没有那么 强烈 所以 我想 菩萨下地狱 很痛 但是他撑得住 因为他是想到 地狱的苦 没有想到 自己的个性 想法 宗教 没有 所以 受菩萨界 我想各位要发起 这样的心 如果各位 这两天 最好多忏悔 有时间多忏悔 受菩萨界 首先一定要忏悔 我们所有的业 障碍到我们 去帮助众生 就像 我们被关在监牢里面 然后外面的爸爸妈妈 被放火要烧了 你却跑不出去 跑不出去 救不了父母 因为你被你的 我职 烦恼 业障 习气 关住了 你救不了 外面的父母 所以我们要这样 忏悔 忏悔不是怕自己 下地狱 忏悔不是怕自己 有什么烟青在住 忏悔是怕自己 让众生多受一秒钟的痛苦 你甚至愿意割肉给他 希望他不要痛苦 所以 这就是我的 昨天我想了那么多 因为我一直在觉得 不知道是什么苦 反正就是一直很苦 然后 反正就是一直想 只能想这些 然后 心情很 很糟糕 就像 心脏要裂掉一样 而且还不是裂 还碎碎的 就是苦 如果还会死 没关系 但是我就去想到那些 地狱道 孤魂野鬼 哇 那没办法形容 我们才一个 一个晚上 然后呢 他们呢 没办法形容 就像 这两天 我又听到 我们大陆的狐狸 最近要开始扒皮了 扒皮 活活的扒皮 他们为什么不死 他扒皮 他要活活扒皮 比较好扒 扒完以后就丢他们 他又懒得去杀他 你就慢慢死吧 那种痛苦 我们没办法 所以但是 事实上这个世界 这么多痛苦 一直在发生 所以我们要去 意念 意念 所以也可以说 我们归一三宝 我们就像女生一样 嫁给佛陀了 安了 不是嫁一个 喜欢的人 或者去到一个 自己喜欢的地方 我们去极乐世界 是要让我们 有资格下地狱 下恶鬼道 在轮回里面 不退转 而不是我要去 快乐 没有痛苦的地方 所以站在菩萨界 各位我们要 有这个利他的思想 完全想着对方 没想你自己 凡夫是 这个人 现在我喜欢 所以我对他好 现在我不喜欢他 甚至一个做男人 我太太怀孕了 身材不好 又不化妆了 所以我不爱他 但是我的欲望还在 我到外面乱七八糟 所以这个就代表 他不爱 他没有真爱 他是把爱建立在他 我喜欢自私的欲望上面 所以在这一点 那我们受菩萨界 就是要转换 从自我的思想 转为完全众生 完全奉献利他的思想 所以叫戒掉自私 完全奉献 不分你杀我 扛我 骂我 伤害我 毁谤我 我依然要爱你 只要你离苦 要有这样的思想 那我想这就是 佛陀传菩萨界的意义 然后 以这样的思想 心态 产生了这种 菩萨道的行为 活在这个世间 你讲 绝不伤害任何生命 用生命 救护一切生命 绝不伤害一切生命 是解脱道 还是个小乘 要发愿 生生世世 救护所有生命 离苦的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念的 三归一 不是我们以前的三归一了 我们是要 把自己供养给佛陀 然后呢 来 随着佛陀 供养给众生 来学佛 用菩提心 而且不是我们 你讲 当愿众生 依子三宝 永离三土 所以就像众生 依子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让他可以 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 再快再慢 最后一定会臣佛 不再轮回了 轮回太痛苦了 来轮回 甚至为了帮助颂神 心甘情愿的痛苦 这个叫什么 来 生苦心不苦 我们当然来轮回 生老病是很苦 但是内心里面 这是趁愿再来 这是我们的愿 帮助对方 所以 各位虽然来受菩萨戒 千万不要说 很多女众以前都问我 师父受了菩萨戒以后 我就不能跟我先生 睡觉了 我说那你误会了 大误会了 受了菩萨戒 要陪你先生陪到天亮 所以你要让你的先生觉得 你好尊敬他 你好爱他 但是你的目的呢 希望他能够归一三宝 学一点佛法 没有别的目的 那你不是一个欲望 宁可 强迫自己 所以去爱对方 去接纳对方 那对方 就会学佛 那个时候你会体悟到一种快乐 原来以前欲望的快乐 我觉得很污秽 很下流 现在这种快乐 是这么样的高尚 虽然肯定苦吧 所以我想就像我们到医院 妈妈躺在床上 他们有时候叫我坐椅子 我都不好意思坐 只要人离开 我就会跪着 我都是跪着跟我妈妈讲话 所以跪着 刚好看着她的脸 跪着来感恩她 所以当然就像我 我要出家以前 我跟我爸爸妈妈跪 我跟我过去的太太要跪 我跟我儿子也跪 然后到现在我还在跪 因为 这个是永远要记在心里面的事情 我不能有分别 而且不应该有分别 所以我师父也曾经说 当你去超度人家 我说帮他去看病人 回来你就要跪一下 我问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办法把他医好 如果我们成佛了 我们就一定可以把他医好 现在我们不过是靠着三宝 外表 给他们一点点安慰 我们要有惭愧心 要时时刻刻去感恩他们 菩萨界最大的界 就是除了自私 最大的界就是排斥众生 嗔恨众生 不喜欢众生 如果你心中有一个众生 全世界假设七十亿人 有一个人你不喜欢 那菩萨界就无损掉 那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跟他下跪 感恩他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 医生父母 要这样去看一切 所以这个是在心态上 要去调整 调整 就像我们现在看佛经 我们会跪着看 礼佛拜佛 但是现在我们跪下来 是为了父母众生在跪 所以祈求三宝 加持我们这些父母众生 要跪 也代表一种惭愧 佛为我们牺牲百千万劫的肉体 他就希望我们成佛 我们还在这边 为了自己的一些 小小的私心欲望 在轮回着 所以我常想佛陀 原来最痛苦的心是佛陀 就像一个妈妈 看到他儿子在吸毒 另外一个儿子 十岁就不见了 妈妈想到他 想了四五十年 妈妈都还在想 想了心肝就痛 所以佛陀的心 原来是这样 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在轮回 只要我们一个人在受苦 哪怕一只狗一只猫 佛陀都还在痛 妈妈永远在痛 这个叫佛陀 只是他这个痛 透过空性就变成大悲性 变成一种愿力 愿所有众生 都跟他一样成佛的愿力 但是无论如何 都保留在这种痛的状态 所以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这就是菩萨界的定义 愿所有众生 所有人的痛苦 都我来承受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那我想各位 这个不要把它讲得太遥远 而是你必须 从你周围的人事物去做 对方越错 你要越疼惜他 如果对方越错 你就看不起他 骂他 不甩他 那就代表我们又失去了菩萨界 所以我们要不离菩萨界 就要不离菩提心的 去这样子的疼惜 因为你心里要会痛 只要有一个众生 为离苦 为解脱 那都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也叫 勿忘世上苦人多 不要一直想自己 这个世间 太多太多痛苦的众生 不断不断 所以各位多去医院 多去苦难的地方 多去屠宰场 你自然灭活 你自然精进 所以菩萨 哪里有苦难 就往哪里去投胎 虽然很苦 他也知道苦 但是众生苦第一吧 所以去同情对方的痛苦 对方造恶业 千万不要谴责他 因为菩萨不忍心 谴责一个造恶业的人 他现在在造恶业 他将来很苦很苦很苦 所以菩萨愿待众生苦 你要杀他还不如我来杀 杀了他 你没办法超度他 你也下地狱 对方也恨你 菩萨说 我来杀了他 杀了他自己 菩萨自己当然下地狱 但是呢 下地狱很快去很快就来 来了以后啊 菩萨就超度他 为什么 就像叫我们亲手杀死妈妈 宁可我来杀 因为我杀我妈妈 我是用一种爱 一种慈悲 不忍他苦来杀他 他必定要死 但是他死 你会用最大的力量 来承受他的苦 来超度他 所以当我们生起这个忏悔 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愧对众生 甚至惭愧自己 没办法圆满的来替他受苦 来超度他 如果我们成佛了 这些众生就有机会 比较有因缘 离苦 所以这是菩萨永远的惭愧心 所以阴光大师叫念死惭愧生 天天念死惭愧众生 所以要带着死会有众生 赶快脱离生死轮回 往生净土 那既然忏悔了 我们不要再皈依自己了 我们不要皈依自私了 我我我我我 现在要问的是 请问哪里有众生还没超度 哪里有众生还在受苦 哪里需要我们去奉献 去奉献 生命对我们来讲就是奉献 死了又生 生了又死 所有的金钱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奉献 奉献 所以那当然就要 忏悔完以后 我们要归于三宝 这个归于三宝 我们是受菩萨的三宝 归于菩提心 归于佛陀的生命 这个是我们本来就有了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心态 然后把它拿来用 不要骂人 我会骂 称赞别人却讲不出来 谁都有称赞别人的 语言模式 就像一个在读的妈妈 也会对自己的儿女 慈悲的 会想抱他 会想抱他 我们都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敌对别人 所以那我们要忏悔的是 过去这样的自私分别 我们从现在开始去拥抱众生 去承担众生苦 这样来归于佛陀的教法 归于菩提心 归于大悲心 归于无我的空性 这样让我们真实得到了一个菩萨界的借体 不断地在这方面观想努力 我想 慈悲最大的敌人是真恨性 恨 漠不管心 不要再恨别人 被欺负好痛好痛 但是忘了恨 忘了恨 忘了烦摇 要养成这个习惯 痛还是痛 但是永远不报复 永远不咬对方 永远不去伤害对方 要发起这样的心来忏悔 来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成为佛陀的思想行为 我想我们爱一个人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他也爱我 所以互相相爱 所以佛陀讲的这个空性 他就希望我们所有众生 不分外相 大家互相相爱 所以让大家都成佛 所以佛陀所展现的是一个 爱的圆满的爱的力量 当然站在佛教的解脱道 告诉我们不要去爱 爱很苦 因为那讲的是一种欲望轮回的爱 但是当然在大乘佛教 就像我们出家人 披着地藏王菩萨 所做的这件袈裟 大红色的大背心 来承担承担二十五有 就是所有众生的痛苦 你要去爱众生 去承担他的痛苦 去让他成佛 所以要展现这种大爱的力量 我想各位难得来多互相拥抱 多像我弟弟那样 多打招呼 多寄了对方 多祝福对方 多赞叹对方 那你不要跑到来这边来赞叹 回到家都不赞叹 你一定要记得去 从你周围的人先赞叹 就像我们每天要去赞叹一下爸爸妈妈 让爸爸妈妈欢喜 做新生要多赞叹太太 做太太要多赞叹先生 做儿女的赞叹父母 做父母的赞叹儿女 然后你有这种心态 那完了以后 开始把这个爱 这个圆满的月亮 就像一朵漂亮的花 就像女人很喜欢擦香水 穿得很漂亮 但是希望大家看到 她这个漂亮 这个漂亮能够引导你的快乐 看到我很快乐 所以佛陀叫月亮的心 月亮的脸 所以这个世界 是世界最圆满的 最圆满的心 所以有一句话各位都会念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把心都供养你 所以用一颗圆满的菩提心 然后去供养对方 去让对方感受 千万不要觉得说 你对不起我 我跟你说 你的死 我要报仇你 那这样你的心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这个心 就是对待他们 最好的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现在会死死 吃东西都吃那个最贵的 最好吃的 你不要是很吝啬 吃一碗阳醇面 可怜的鬼道只能吃阳醇面 所以我师父说 一定要吃最好 最好 不是为你吃的 菩萨一切为众生 所以我每次去人家餐厅 面包店 我就那边就 太棒了 好可惜 加蛋 但是蛋我不吃 蛋众生吃 所以最好的冰淇淋 最好的食物 我不吃肉 但是众生吃 观想观想 观想我们的肉给他吃 所以你要内心非常的丰富 要令众生因为 看到你而欢喜 就像你身上有三四个袋子 你要螺丝吗 你要剪刀吗 还是要指甲刀 从黄金珠宝到指甲刀 通通有 香港脚药也有 因为我随时给你 随时给你 这个叫法器 法 法器就是要帮助罪方的方法 什么样的法器 通通有 希望你不要说 我不行 我不会讲笑话 我不会笑 我不会讲好听的话 我不会写字 我不会画画 我不会演电影 那你不是菩萨道 菩萨道是 众生要我们跳就跳 要我们做就做 所以要我们钱就钱 一切都要准备好 为什么要不断的累积资粮 准备好 给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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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什么 我们都要给 所以要累积广大的资粮 不是为了自己成佛 错了 广大的资粮 是能够奉献给众生 你要这样 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奉献给众生 那你才有所谓 成佛的资粮 要这样子来 发愿 那我们所有的功德 劝属回向给众生 所以 就要坚定我们的 菩提心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2096-5233 中国到达 2096-1 3097-3 1997-6-3 1996-1 1997-1 当然 2095-11 2077-30 已成功 哈喽 大家好 悄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